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昨天是喝了假酒吗 头怎么这么疼 不知道问你这样怎么样 好 景湛则日取期 便带她一同去看你 大丈夫就应该负起责任来 既然有了肌肤之亲 便应该负责道帝 那你到底喜不喜欢童子福啊 也是有点喜欢吧 谁在外面 你还起挺早啊 我有一些话想跟你说 正好我也有话跟你说 昨天咱俩是不是喝了假酒 我头痛了一晚上 不知道 昨天的事情都记不清了 你 一点都不记得了 解释完我不是案子以后 其他事情我就不记得了 后面发生什么事了 娘 还是觉得如此下关书有些草率 还是再观察些时日 问你话呢 你转什么圈呀 昨天发生什么事了 没什么 我们就是讨论了一下书法技巧的事情 你这是什么 是书法用的字帖吗 对 就是练习书法所用的字帖 那给我看看 我正好也学习一下 不行 等我学会了再看 小气 我要想办法出其不意地抢过来 还给我 不好意思啊 没注意 你 你这字帖的字也太丑了吧 你确定拿这个练字啊 又不是你写的你生什么气啊 这字着实太丑 要不 夫人哪 我知道你爱字话 但我们文家的家底 也经不起这般的消耗啊 往后啊 你 你还是节制点吧 老爷 你这是怪妾身 花钱大手大脚啊 不 这 老爷 张捕头来了 张大人 您怎么来了 温老爷 下官有一事要问 赵卓前几日 是不是在您这儿拿走一幅 芙蓉锦基图 确有此事 是 当时赵大师 还对那幅画颇为喜爱 赵卓在拍卖行 拍出的那幅芙蓉锦基图 乃是伪造字画 并非前赵明家松子所作 据说此画 是从您府上流出的 张大人 此事跟我们文府 绝无半点关系啊 大人明察啊 好 搞定 文化有限 自多点的 就只能背下来这首尖佳了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尖佳苍苍白露为霜 所为一人 在水一方 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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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毛毛躁躁的 有什么事啊 不好了 少爷 赵大师被抓起来了 说是 他有一幅盖了前朝明家戳的彩绘 在拍卖行上卖了高价 不过那幅画 不是前朝留下的 是近期伪造的 自画收藏 本来就靠引力见面 再加上那个赵大师 又能说又会编 旁人打眼也很正常 不是啊 少爷 赵大师后面都招了 说那幅画 是从二夫人手里拿的 叫什么 芙蓉紧积图 什么 那你为何从文府出来 甚至还拿着银子 那是因为文府都是土财主 我特意画了芙蓉紧积图 卖下的银子 我觉得这个是 芙蓉紧积图 是所有都家 我一直做的 情感虽 那我每次都行 离江给 您由 商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文锦站 这就是你想的办法啊 这些席文的赏金加起来最有一千多两 若是我们把这些案子全都给破了 你真当自己是敌人结啊 敌 敌人结是谁啊 以咱们的速度 这些通缉席文还没有处理完 我的通缉令就挂在墙上了 怎么办呀 这是 这会不会跟赵大师有关啊 温公子 本官调查良久 那两幅伪画中的名章 的确出自同一组织 可赵卓现在一口咬定 他拿到字画时 便已经有了名章 一切与他无关所以 所以 便要调查清楚 此话到底是谁所做吗 不错 除非赵卓开口 我们才能找到那些 思造名章之人 让赵卓开口 曾经 其他俩 一场言语大誓言霞土 问春风是里情归何处 谁用幻记描写痴情道书 提笔落后尽更言无数 梅恶就吵尽了眉目 望庭院深深红尘几度 谁用榴莲斩写相思如骨 自此举举尽莫想为处 你提笔烈烂烂那春生书 继续烧花将心辜负 三千七次付不住 散多纸上更偏辛苦 几里泪然的真相处 继续烟烧如一次负 你最怕刚上弄冲出 和泪醉里难自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